今年來自鞍州的盈利會比去年更多 又吐進文報導 再次接受內地傳媒專訪 今次是財經網站財新網 坐擁2400億的身家 李嘉誠強調自己都做過窮人 明白每天都要擔憂生活的感受 資生民粹是人之常情 但重點是要解決問題 不應該停滯在憤怒的情緒階段 他批評不少政客 只懂得推波助瀾、結縱憤怒 只是為了得到選票和權力 對任何階層都無好處 李嘉誠又提醒政府設計政策情緒化 擔心是個大滑波造成惡性循環 他說新加坡先天不足 香港就是種壞了的小孩子 如果民粹主義再升溫 五、六年間香港就會面目全非 說到香港和內地的矛盾 李嘉誠說香港人對國家民族 對自己的家是真心的 不應該被社會一些表面現象 扭曲了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 回顧一年前的碼頭宮潮 李嘉誠說即使將他扮成魔鬼 他在照片上仍然是笑的 被問到香港的巨商階層 黃金時代是不是已經結束 李嘉誠說制度民主化 商人的地位只會更健康 香港政府沒有可能不支持商人 關鍵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 只望未來 他認為是由創新科技主導 政府應該急起直追 如果只是看到失業率偏低 就認為無需迫切改善就業結構 就等同製造明天的問題 對於集團業務 李嘉誠說 經常在香港尋找投資機會 但政府政策很多時令人消化衰時 因此投資步伐沒有其他國家那麼快 相反 近年和往重駐投資歐洲 李嘉誠相信 當地經濟復甦明顯 與其今年來自歐洲的盈利 會比去年更多 有市電視機只在途中文那裡 互聯網金融產品